在辽宁省省省府新区,一家科技公司在复工摆天之后,研发出一套机器人系统,填补中国大断面巨型煤焊顿钩式快速决进机器人的空白 2020年初,国家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,明确用10到15年的时间完成所有煤矿自动化智能化升级 而省府新区这家科技企业,其所承担的就是这一领域正在进行的一个重点项目的核心子项目 即大断面巨型煤焊顿钩式快速决进机器人系统,但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却打断了原有计划 也因此当复工复产开启后,这一项目成为了科技公司的首要任务 老实说最开始我们接这个项目的时候定的这个工期,我个人来讲可能觉得都不可能完成 就是秉承这个信念吧,反正我们这个任务是必须完成的,必须要拿下的 所以我们这个所有的人,不管是我们搞技术的,包括包括生产的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加班点点来做这个事情,也没有想到会真的能成功 据悉,此次研究出的大断面巨型煤焊顿钩式快速决进机器人系统 可以有效提高目前的煤焊挖掘效率,在其合理的应用场景下,可以将当前中国大型煤焊挖掘速度提高近5倍 据悉,省府新区这家科技企业的突破,除了自身强大的研发能力外,与当地推行的复工复产政策息相关 为了解决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,当地政府推出多套扶持方式 通过政策和资金的双重帮助,实际解决企业的困难 目前省府新区累计复工企业近500家,复工人数近2万人 85%以上企业实现了预计产能,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